因為我看到世衛有一個建議 早前也看到香港聯合科委員會也開了會 我想知道與世衛方面的疫苗的建議有什麼不同 以及委員會是否都是一致的共識 第一件事當然不會跟世衛百分之百相同 因為世衛主張所謂的建議書 是應該結合每個地區國家自己的本地情況再加以調教 當然香港也是參考了很多數據 不僅是世衛最新的建議 有本地的研究結果 其他國家地區的資訊或者研究結果 而得出我們昨天是一致的決定 我強調一下這是一致的決定 至於跟它有哪些一樣 哪些不一樣 大體上也是一樣的 就是剛才蕭先生說 應該要精簡那個建議 否則市民會覺得比較難理解 所以那個建議仍然是循著 他說的那三個風險群組 我們就最超過高風險 因為其他那兩個群組 其實就不是最令人擔心的 那個建議是相同的 就是高風險那裡我們就更加精簡 就因為香港的資源比較充沛 就不需要好像世衛那樣 分完高風險之後 再分一些細組的我們叫做 那最簡單來說 就離定了有五個人群 那那個建議就是2023年 如果他們上一針 或者是上一次的感染 距離現在今年2023年最少六個月 最少六個月 那他就可以打多一針 所謂2023年的多一針 那至於那五個群組 我想在報章 其他地方大家都有看到 那如果蕭先生要我 逐個說我都可以的 不過就未必一定需要 最基本的就是年長的 有病的 懷孕的人士 那另外一組就是我們的所謂醫護 那醫護的定義就比較寬鬆的 就包括醫院 診所 實驗室 研究機構和 病毒要打交道的人群 等等